作词 李宗盛 脉络 逃不开 这一世的寂寞 往后是阴霾 往前是山崖 想逃也逃不开 命运在主宰 陷入的心也不会更改 那棍桑田 那棍沧海 天晴 晨晓晓 该忘了忘不掉 红尘 控住我年少 原谅我藏在心里寥寥的花楼 处斩 面对天地当好 人生已消消 魂牵梦绕 伤地也燃烧 千尘 看复生做地藏 用冷冬风 人情的寂寥 却往事尽兆 孤渐 指尖 叹香 江湖 上蓬莱之路太危险了 少公深藏不漏 绝非等仙之辈 等童苏回来 我陪你密起训 不是图苏的师兄 也是你哥 此事则无旁贷 如果你去的话 胜算会比较大一些 可是如果我们都去了 蓬莱的话 少公有兴风作浪怎么办 你看看这些严海的百姓 他们根本手无伏击之力 正是需要像你这样 法力高强的人 来保护他们 怎么了 我说错话了 没有 先等突苏回来 我们再从长计议 你先回去吧 我留在这里就可以了 我不困 你还说不困 都怪我平时修行不够 才会如此无忌 你出伤未愈 应该留在天庸城 绝非要跟我 这么要紧的事 我怎么能不来呢 大师兄 你嫌弃我 我怎么会呢 灵端 你怎么会这副样子 都被逐出了天庸城 还能怎么样 夫君 你伤好点了吗 我已经没事了 好 你怎么没有回家 家 我从小就被父母送上了天庸城 没过多久 他们就离开人世了 我哪儿还有家 我现在被逐出了天庸城 成了企图 你知道乡林们都怎么看我吗 你知道无家可归是什么感觉吗 灵月 你 你为什么要来到这里 我现在已经不是天庸城的弟子了 我去哪儿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我来这儿赚银子 不可以吗 这刚遭遇过一片海啸席卷 到处都是一片狼藉 你来这儿赚银子 我 你是跟着我们 才来到这里的吧 我现在都这副惨样了 逼着你们还来不及呢 跟着你们 你们不用担心 我现在武功备废 奈何不了你们什么 也不会伤害突苏的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这是你拿着 打发叫花子呢 大师兄 你曾经告诉过我们 师兄弟要互爱互助 没想到 你一如希望 宽宏大量 对仇人都能以德报怨哪 我们不是仇人 你陷害同门 陷入魔道 到今时今日 你还不可悔改 你少跟我说那些冠冕贪皇的话 不就是 不就是因为我害了你师弟 你师尊才逐我出天庸城的吗 是你自己嫉妒图苏和大师兄 心生邪念不择手段 你还不知错 傅群 我唯一的错就是犯了糊涂 一时打伤了你 又控制凌川 可你为什么 就只知道责怪我 却不知道怪图苏 是怎么杀害赵琳的呢 是少公 他才是杀害赵琳的凶手 不可能 不可能的 他 他们不是一伙的吗 是我们信错了人 欧阳少公为了谋害图苏 夺取坟济他才接近图苏的 这场海难 就是他为了重建蓬莱 罔顾生灵性命所为 欧阳少公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 他诡计多端 你们不信 真没想到是他 欧阳少公 是你害死了赵琳 我这就去为赵琳报仇 灵敦 我真是不自量力 以前是 现在还是 你们都不能拿欧阳少公怎么样 我又如何 林端 我明白你跟赵琳师兄弟一场 为他抱不平 可是现在欧阳少公身上背负的 远不止赵琳一个人的性命 不过你放心 图苏和大师兄 不会让赵琳王死的 他们一定会了结此事 而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保护好你自己 夫局说得对 金的海啸就快到了 你赶紧离开吧 大师兄 我 我们虽然不是同一个师父 却是同门 我曾经当你是我的师弟 你现在没了功力 去做回一个平凡人 好好地生活 好好保重 我们下期五十五个儿子 那我们下期五十五个儿子 一两个儿子 确定站到 这有点恢复聚心 太厉害了 那我 那我们下期五十五个儿子 不能下期五十五个儿子 我们下期五十五个儿子 也不可以 这下期五十五个儿子 总有一个儿子 下期五十五个儿子 秦雪 屠蘇 屠蘇 大師兄等你呢 下山前世孫曾說過 少公雖有先靈之力 但他靈力有限 支持蓬萊懸空已屬艱難 讓江南常瘟疫泛濫 只怕是恐嚇而已 恐嚇也好 實話也罷 他能抬起蓬萊 將這個島嶼挪出 必然有他的方法 我不會再怎麼放任他下去 我只是好奇 他的先例這麼強大 早在當年 就可以把世尊打敗 搶到焚擊 他辦不到 他打不過你世尊 得知他的真實身份以後 我這一路上都在推斷 少公是仙靈所化 他的法力大度來自仙靈 而他所欺身的是凡人之躯 承受不了如此大的力量 就會變得衰老 虛弱 因此發揮不了作用 對 我們的法力都是靠自己修來的 以他現在凡人的身體 根本沒有辦法承受 那他現在為什麼能承受 通過玉衡 玉衡本身就是 西射儲存靈力的法寶 當年少公並沒有得到玉衡 因此只能出下策 扮作天庸弟子潛入昆仑山 而如今他已集起玉衡 復原之後 才能發揮出完全的靈力 你們這次去蓬萊實在太危險 不如我先回去禀報世尊 萬萬不可 天庸城數百年來 只有世尊是仙身 世尊為了幫我療傷解封 消耗了大量的修為 從當年煞氣入侵那時開始 就不得不閉關 如果這個時候再請世尊出來 與同位先任的少公一戰 萬一有個三長兩團 你叫我怎能安心 可掌教真人 絕對不會坐視不管 都要屠蘇 你帶我們一起去蓬萊吧 不行 扶絮你剛剛受過傷 世兄弟們從小在天庸城長大 雖然人多世主 但也不是少公的對手 我不能讓他們白白去送死 可我不能就這樣讓你去 放心吧 我有打敗少公的辦法 什麼辦法 世尊已經傳授給我了 你儘管放心 你不說清楚不能走 凌月大哥 相信我們吧 少公曾經說過 不論發生什麼 都不能讓你屠蘇遭遇危險 他要保護我 不能讓我死 他的目的 不是要拿坟祭劍嗎 你和少公之間 難道有什麼特殊的聯繫 確實如此 你們不要再問了 我會即刻起程 見我蓬萊一趟 我陪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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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思答應過我的 我一定會陪你一起的 我得跟著秦雪 這件事情我有責任 而且我對少公 比你們對他更熟悉 千尚大哥 那就麻煩你了 嗯 屠蘇哥哥 連藍生都去了 我也可以幫他上忙 我也要去 香菱 你現在身體還沒有恢復 那邊很危險的 你還是別去了 我為什麼不能去啊 香菱 太危險了 屠蘇哥哥 你們討厭 師兄 遵照使命 你可扶雀留在海邊 保護好百姓 這件事情 比對付少公責任更大 好 香菱還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嗎 記得 和屠蘇哥哥在秦川的月老廟 不 我是說小時候的那一天 屠蘇哥哥 你是記起以前的事情了嗎 不關我有沒有記起來 我說過 我會一直把你當做我自己的妹妹 我知道屠蘇哥哥 我不奢求什麼 我只是希望 能為你做點事情 你一直對我這麼好 這麼照顧我 香菱 就像千商保護清雪一樣 我也希望自己的妹妹 能夠過得平平安安 高高興興的 香菱 你現在很虛弱 需要儘心修養 可是 少公他那麼壞 屠蘇哥哥 我擔心你 香菱 屠蘇哥哥 一定會回來的 你還記得鐵珠罐的時候嗎 我還是和從前一樣沒用 什麼都幫不了你 不 因為你在岸上 在我身後 有清雪 有你 有我要保護的人 所以我才會努力地戰鬥 吳叔和師兄都說過 手中有劍 就是要保護身後 最重要的人 只要你留在這裡 我就會有動力 所以香菱要保護好自己 別讓屠蘇哥哥擔心 好嗎 那屠蘇哥哥 你一定要打扮少公 然後平平安安回來 好嗎 師兄 一眨眼 你已經長這麼大了 百里頭蘇 多謝師兄的教誨 傳授劍術之恩 不敢當 師兄也要謝謝你 解救沿海的百姓 小時候 我們每天待在一起 真的沒有想到 這個小師弟 將來會變成一個頂天立地 身負重任的劍下 我也沒想到 我以為我會一直待在天庸城 你上次回天庸城的時候 師尊究竟教了你什麼 我提心吊膽 真的怕你跟少公 玉石俱焚 師兄 你就相信我一次 師尊不會害我的 師兄一直都很相信你 一直都對你有信心 沒想到 藍生這次這麼堅持 等到了蓬萊 我會好好保護他的 他已經長大了 他可以保護自己 你放心吧 他不會偷你的後腿 難得 我擔心的不是他 我擔心的是你 我不想你受傷 畢竟焚祭他 我一定會回來的 你們倆還像從前一樣 在這裡默默唧唧說半天 哪來那麼多話好說啊 你的傷好了 不用擔心 直見長老出關的時候 就幫我把傷治好了 屠蘇 你現在倒是會笑了 不會總板著一張木頭臉了 屠蘇 你會好好地回來吧 你知道嗎 師兄唯一一次 就是敗在你的劍下 從此之後 我們再無緣其錯 敗在一手帶打的師弟手下 雖然不甘心 但是我敗得心服口服 那是因為占了 墳稷的便宜 下山前師尊跟我說 他不會繼續當職劍長老了 大師兄 大師兄這次回去以後 會接任掌門吧 這個我也不太清楚 如果有一天 讓我執掌門派 直見長老這個位置 我會一直給你留著 師兄 你一定要回來 毒蘇 你要答應我們 這次最晚最晚最晚 三年之內一定要回來 好不好 我一定會回來的 此去一別 福曲 師兄 你們多報仇 阿翔 就交給你們了 明天屠宿就要去蓬來了 師兄你覺不覺得 屠宿他有點奇怪啊 不知道他這次回天庸城 到底是為了何事 我感覺他身上的凶煞之氣 毫無意志 靈力滿意 非比尋常 大師兄 是不是直見長老和我爹 做了什麼 屠宿從進天庸城的第一天 世尊就在想辦法 抑制他身上的煞氣 屠宿身上身負煞氣 卻也無事 難道是 難道是直見長老想出了 控制煞氣的辦法 解了屠宿身上的封印 或許吧 這肯定是屠宿自己的決定 他要按照自己的意願活 永不後悔 永不後悔 屠宿的封印一旦解封 只怕性命難存 可我又怎能告訴你這些 想必他和秦雪 一定是按照自己的心意而活吧 真羨慕他們 大師兄 你怎麼了 我們現在能夠做的 就是讓屠宿沒有後顧之憂 他跟我們立下三年之約 他肯定可以做到 我爹常說 否極太來 屠宿受了這麼多苦 上天垂簾 一定會保佑他和秦雪 熬過此番劫難的 我爹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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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爹常說 一是 我爹常說 你爹常說 我爹常說 襄琳 过两天我们去了蓬莱以后 你好好地照顾自己 你们 你们会有危险吧 你放心吧 不管有什么危险 我们都会尽量撑下去的 可是我感觉图苏哥哥 是在和我诀别 襄琳 我想 如果我们都活着回来的话 我 你想干嘛 我想 向孙玉言提亲 自从去过紫贤山庄 我时常在梦中见到静蕾 甚至有的时候 我分不清自己是静蕾 还是方蓝胜 你是方蓝胜啊 可是我也是静蕾 当我看到清玉思南佩的灵力 把你救回来的时候 我就在想 我与孙玉言之间 冥冥之中 好像真的有什么联系 所以我想照顾她一辈子 我也不想让我二姐 再替我担心了 可是蓝胜 你会难过吗 也没什么好难过的 这样是最好的选择 我想了很多遍 想了很久 不是随随便便做的决定 二姐的事 土苏的事 甚至少工的事 都让我明白了很多 人活着 不能只顾着自己开心 还有很多事情 比这更加重要 像是责任 像是担当 我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不能辜负了 我二姐生前对我的气吧 像是责任 对不起 蓝胜 不要跟我说对不起 你不会生我的气 或者是看不起我吧 不会 我永远都不会看不起方蓝胜 只是觉得 突然间蓝胜好像长大了 而我 还是那个不懂事的香菱 我觉得 蓝胜 把我一个人抛下了 英雄 为何我来出来了 我跟他的口气 我找到大了 实在是一件太痛苦的事情了 蓝蛇 怎么了 你喜欢他吗 谁啊 孙月言啊 那你对我呢 哪怕是一丁点 哪怕是一丁点 来说 香菱 你还是不要说了 因为我害怕你的一句话 就让我否定了自己做的所有决定 其实我已经不配那么做了 有一些话 还是放在心中 留一分念想 作为我们年轻时的回忆吧 是 您 下令 你好好的照顾自己 我要走了 向凌 我很倾斜认识你 我 你真的想清楚 跟突素曲蓬莱 可你现在的修为实在 哥 你是担心我去蓬莱 帮不了突素 反而会拖累他吧 不是 只是你们之间的力量 相差太大了 我了解少公 他在蓬莱 肯定不下陷阱 我真的是很担心你 哥 我也知道 其实我也害怕 每当我想起来 而且 还有秦川的百姓 在我面前变成交明的时候 我更多的不是恨 而是恐惧 而且还有我 以前一直把少公当成家人 没想到他去 不要勉强自己 我没有勉强 这是我必须要承担的责任 哥 你以前跟我说过 人长大了 就要学会放下 就要学会承担责任 以前二姐在的时候 我把这一切都当成理所当然 想依赖他的时候 就依赖在他身边 想出去玩的时候 就把他一个人扔在家里 我那个时候总在想 多玩两天 可是多少个两天过去了 再也没有人 会在家里等着我回来 你二姐的心愿 就是让你好好地活下去 我知道 这么多年 二姐替我承担了太多责任了 是时候该我去面对了 虽然我法术很低 但是我拼了最后一口气 也要帮图苏打败少公 哥 你也不要担心了 你是一心向盗之人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邪不胜正 哥 你放心 我跟图苏一定会活着回来的 师兄 你们出发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夏大哥和千商大哥正在张罗 我刚看到湘灵 他哭了好半天 情绪圈了好久也没有用 发生什么事了 我跟湘灵说 我不能再照顾他了 此番从蓬莱回来之后 我若还能活着 我想跟月妍在一起 这样也好 屠苏 你不会怪我吧 决定总比选择难 我以前经常说 做男人难 不难就不是男人 没想到会这么地难 也许下辈子 投胎做一个女儿家 就不会这么难了 最起码不会欠这么多感情债吧 傻瓜 你二姐 香灵 琴雪 他们又哪里活得轻松 是啊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他们也承受着更多的痛苦 这做男人难 做女人也难 总之 做人就是很难 要不 我下辈子投胎做个阿翔 有五花肉吃 还没有那么多事情 你别再说什么 投胎不投胎的了 下辈子的事 下辈子再说吧 这辈子 我有你们两个好兄弟 北兄非常荣幸 你们两个 一定要活着回来 大哥 你真是天底下 最好的大哥了 我跟屠苏 我俩这辈子 还要继续当你的兄弟 受你的照顾 不仅是这辈子 下辈子 下下辈子 我们都要做你最好的兄弟 如果我要是变成阿翔的话 你们两个也要变成阿翔 我们约好了 不许反悔 好不好 你们这几个人哪 一个个地丢下同伴不管 都要去送死 这到底什么意思吗 糊涂 糊涂啊 什么叫丢下同伴 那可是我妹妹和我妹妹 喝 喝 你那妹夫啊 饮堂发黑 一脸晦气 只怕活不了几天了 你这又何苦呢 你说人家求人得人 连个送死的机会 都不给别人 现在又要把人丢下 跟我大哥去出海 颜媚 你说的什么 饮堂发黑一脸晦气 说的什么混账话 有一天好活 珍惜一天 也是好的 来 千尚老弟啊 我看你也别太灰心 咱们大家一起 共同一架 生死由命 这不是挺好的吗 这屠苏 也说他要自己去 让我别带你们 来 你又这么说 那我到底听谁的呀 也没 来来来 老爹 喝酒 来来来 好 干 干 沙头 好 好 刚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温柔 有善良的人 因为你 是你改变了我 百里屠宿 有一般是你的屠宿 而这辈子 我有师孙 师兄 蓝生 湘灵 还有你 这些都是少公没有的 如果不是因为薰芳的离开 还有这么多年少公他经历的所有事情 他应该不会是现在这样 所以我才要坚持去彭来 因为到现在我一直相信 少公还可以回头 一切都还来得及 苏苏 我真的很喜欢你 无论遇到任何的事情 你都不会埋怨命运 也不会埋怨别人 是你让我看到了很多美好的东西 支持着我前进 拜托了 你就带我一起去吧 行不行呀 怎么样 我是真服了你们这群人了 一个两个的都这样 你话怎么这么多啊 帮还是不帮 那你藏箱 箱子后面吧 太胖了 箱子藏不进去 你说我胖 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样子 说女孩子还没有礼貌 看你还敢不敢胡说 噓 噓什么雪 别叫了 别叫了 要是被百里屠苏和方兰生听见了 我肯定要挨揍她 我肯定要挨揍她 你先藏起来 先藏起来藏起来啊 快 快点 千万可别出声啊 什么时候开船啊 我肚子有点饿 天亮就开船 待会儿我给你烧俩包子 你乖乖在这儿等着 你也来了 你也来了 还有谁来了 你也想偷偷跟着去啊 你也想偷偷跟着去啊 反正你不能去 我就是要跟他们一起去 你 嘘 躲进来 哦 屠苏 你一定要回来啊 我一定会回来的 我一定会回来的 想抛下我们 自己一个人去彭来 想都别想 对啊 想就一个人这么走掉了 把我们当成什么了 香菱呢 在里面睡觉呢 清雪呢 她也在睡觉呢 她也在睡觉呢 让船吧 我们准备出发了 来 出来吧 别再躲了 请雪 你说话不是 你不是已经上船了吗 不是说好带我一起的吗 还好 香灵没跟你一起来 她也来了 你怎么也来了 不是不让你跟来的吗 我没答应你啊 走了 什么都没有了 你看那边 你慌什么 你看那边 乌云聚而不散 分明就是地脉汇聚的作用 大哥 我正想见识见识 燕眉 不用怕 我 我去找图苏 图苏图苏 我们到雷云之海了 怎么晃得这么厉害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怎么还雾蒙蒙的 大家都不用怕 上次我们能进 这次也不会有问题的 你们看他乌云 一旦碰上他们 可能会本身碎骨的 能不能飞到岛屿上空 添一根绳子把我们掉下去 不行不行 死也不行 大家不要慌 不用法术把大家传过去 严眉和向大哥 你们在岛屿外围等我们 好 听我的 闭上眼睛 我用法术带你们过去 你 终于来了 既然来了 就由不得你们说了算 先好好的玩玩吧 你 上一次我们来蓬莱废墟的时候 看到整个岛屿的中央地带 有一个很大的宫殿 我猜少公应该就在那里 那是他和驯芳 从前生活过的地方 你没事吧 我只是觉得 这里太安静了 有些害怕 蓬莱长久没有人居住 所以变成了一座古城 没有飞禽走兽 实属寻常 静也算了 我似乎觉得 周围有妖气 妖气 我没有察觉 是一种幻妖 善于隐藏自己 和我们胡族很像 海中有肾 唯一的可能只有肾药 现在上了蓬莱 万一是少公的陷阱 可就麻烦了 许得小心谨慎 少公约我前来 不会多此一举 不舍难关的 少公要的只是你 而现在来的人 不止你一个 就怕他想个个击破 你怎么办 大哥 来都来了 只要我们团结一点 小心就好 你在看什么 我在想 少公会不会在宫殿顶上 看着我们过来 千尚大哥 你上岛以后 有点不对劲 是不是不舒服 是不是 有点晕船了 没事 无妨 那大家就得休息一会儿 我去探探路 我也要去 带上我吧 大哥 大哥 你刚刚送我们上岛的法术 是幽肚子法术吧 怎么 以前婆婆也教过我 这种法术 会消耗很大的修为 消耗些修为没什么 我只是怕 少公给我下的药 会在这个时候发索 你吃过少公的药 爱上漫天的行格紧紧流淌 爱上漫天的行格紧紧流淌 如梦披上了你一上 湿了的脸眶 当心肩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